4月9日 德云社岳云鹏孙岳空降三里屯去场 这也是岳云鹏和孙岳年后的首次合作 虽然许久没有合作 但是两人依然是非常的有默契 估计今年一年 两人都离不开烧鸡这个梗了 除了变烧鸡外 岳云鹏还创作了几个新的魔术包袱 特别是岳云鹏的神奇咒语 一说出来就笑翻全场 岳云鹏说得这么快 估计连河南老乡都听不出来 就是不知道这样的包袱为啥没有上春晚呢 除此之外 岳云鹏还创作了一个带道具的舞台小魔术 亮瞎孙岳老师的双眼 当然小岳云空降小剧场的原因 相信许多网友都能猜到 那就是商演快要到了 一方面回到小剧场演出 可以找找感觉 一方面也能起到宣传的效果 最近一段时间 德云社好消息不断 就在前两天 孟贺堂和周九良就在小剧场 宣布了今年的商演安排 也是孟贺堂和周九良 在2023年的第一场专场 就在这个广州啊 后面呢还有几场演出 现在我所知道的 还有四场那个专场的演出 有一个青岛 有一个南京 有一个北京 过几天呢 我们在天津还有一场演出 是郭老师自己的专场 我们不去 我做什么宣传呢 除此之外 像张赫伦 郎赫颜 高峰阮云平 张九龄 王九龙 等等一众演员 在今年都安排上了商演 可以说档期满满 特别是郭德纲 于谦的月底专场 刚刚开售就秒空 就连郭老师都开心的发文庆祝 除了商演外 德云社的最新综艺 也值得大家期待 最近两天 德云社演员们都齐聚天桥剧场 有网友猜测 可能是德云社团宗 也有可能是其他综艺 但看到德云社的主流演员都参加了 不由的让大家猜测 德云社又开始闷声干大事了 你们觉得呢 您的公司 小玩再来 小玩 被 英